我们台湾的教育常常会告诉你 你要学什么 但是我们不会告诉你 为什么你要学这件事情 于是我看着课本 我问我自己一件事情是 对啊 这些东西我没有学会怎样吗 于是我试着去找出这些答案 于是我才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每一个科学概念 都是当时科学家看到一个 自然现象也好 社会的现象也好 于是试着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无论是他很难过 无论是被否定也好 无论是他用各种方法也好 于是最后得出来一个他的解法 而这个解法就是我们现在课本上 看到那些东西 而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那科学到底要教给孩子的是什么 难道是那些解法那些答案吗 还是我们一定要教孩子 如何像个科学家一样 试着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待 每一个事情去解决 或者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 因为我们想要教孩子一件事情 你如何从零到一 如何从你看到一个问题 当你能够解决 而不是从一到一百 我们很多 台湾我常常会说 台湾很多的工程师 可是很少的科学家 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教育 常常会告诉孩子说 你要学什么东西 而我们就会拿这东西去考试去应用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告诉孩子 你如果从看到一个问题 到你想出来一个公式 或想出来一个答案 而这是我想要教给这些孩子的 我就是在学校里面的中国人 怎么这么说 我从来都是在学校里面的 这些孩子的孩子 我好想要教育 我好想要教育 你因为晓得